我是大肥 由9月19日至中秋節期間 樊上網台購買冰皮貓山王月餅 實價兩盒372元 如果之前在網上或者來臨網台 買了冰皮貓山王月餅的話 只要有單或者我有你的資料的話 額外保送D24榴槤 糯米池一盒10粒 希望大家踴躍點過來 因為臨近階節 我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開心點 愉快點的貓山王中秋節 拜拜 通常都去日本 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阿熊 因為我經常出席Tony的飯局 剛才吃飯聽到有個朋友 說想買日本樓 這個我要譴責這個人 這個曾經在我們這個台上做過節目 我叫Soku 我要嚴厲譴責他 他上個星期五時 問我Tony 你有沒有相遇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他說是買日本樓 因為他有朋友想買日本樓 我跟他說日本樓不能買 他說為什麼 你會聽節目嗎 你很久沒聽過我的節目 甚至乎你從來沒聽過我的節目 我不是現在說的 我是從2014年到現在 買日本樓 你還問我為什麼 不嚴厲譴責都不行 據聞他都被人動了 我們這裡大匪好 身邊很多朋友都叫他不要 你不要亂相信其他人 我們真心代理 從來沒有想著 你連一毫子都不要給我 我們從來都不是想著 賺這些網友錢的 當然 為什麼有些老千 我們一定要不斷的踢爆 就是因為 早幾年我們搞網聚 搞西貢海鮮宴 吃海鮮 我聽網友告訴我 有某些下戰頻道 唱你 說你找人笨襯那些海鮮 說你很貴 就收到別人 你老美 我們純粹都是自己吃的 沒有賺錢 他們都說我們去找人笨襯 騙狗人 他們自己搞六千多元的 泰國叫雞團 他們就 這些就不是找人笨襯 泰國洗狗你去 洗狗你去 你搞什麼叫雞 通街也是 那些女兒自己拉你過去 那些海鮮也不用 那次 那次Tony的海鮮 我也去的 真的很大盤 你五塊水 多吃一堆 四百多 四百多元 四百多元 怎麼搞錯 最後還有芒果布丁 我還記得 那些你不是熟人 你就預計了一千元 如果你熟人 就可以收到便宜 那些便宜 你自己想騙狗人 看到有些便宜的東西 你就出來說別人騙錢 所以我們制裁老千 是不守願的 尤其是Berry媽 這傢伙 動了阿妹姐九十萬去開餐廳 那你有沒有還過錢給人 我都想一下 好不好幫她追這些錢 是吧 你動了別人 用蘭花系 借這個社運仔的名義 就是騙錢 借蘭花系的名字 跟傢伙 就騙了阿妹姐 她的女兒做議員助理 我們當時都認識 都是非常熟 動了別人的錢 你有沒有還過給人 到現在人家都說 你還沒還 不如你回應一下 不如 含家產 我最懶惰的 這些社會騙錢 含家產 說了天下無敵 從來都只是口吵 然後吵支聯會 就在六四萬會門口 在懷疑門口 在那裡騙錢 吵你到尾 我那些做殯儀界的朋友 都說看不過眼去銷售念庭 他是利用了自己的社運能量 去銷售這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一個那麼好的產品 你入到澳門景嗎 必要時就入不到 你還會售人來買 這些是全家產 不要說這些 我們說回樓 說樓市 日本樓市 因為樓市 全世界的樓 有兩個地方是不能賣的 一個是俄羅斯 一個就是日本 為什麼俄羅斯不能賣呢 因為俄羅斯人口 由幾十年前的兩億 已經萎縮到一億四 因為他解體 因為他解體 因為以前除了蘇聯加上兩億多 現在拆散了 但有個問題 就是俄羅斯平均人的壽命 都是短一點的 因為天氣太冷 人們有淤酒習慣 變成平均年壽命 俄羅斯的壽命 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副增長就是俄羅斯和日本 所以 我一直都 其實節目講了三年 一直都說 日本樓真的不好賣 為什麼呢 因為 樓這件事 是一定要配合人口的增長 還有外來的人口 有外來的支援 你只靠本地糖水滾糖雨 始終是不會大 如果香港不讓外人買樓 香港的樓也不會升得那麼厲害 當然現在都等於不給 要大約15%稅 那些人就不買住宅物業 去買一些舖子 寫字樓 或者借別人人頭 但通常都不敢 因為你怎麼知道 人家怎麼信得貴 你買一層樓也不知道 有時候 所以 我們一直都奉勸別人 真的 你在日本買樓 不是說不行 你有實際用途 你家人 好像阿熊 他很喜歡日本 有半年時間在日本 那就可以買了 沒問題 你買回來有用處 你又買來收租 很高回報 有十幾厘 你不是要請人管 你自己管 因為你在管理 因為你買了一層樓之後 你隨後要跟住 那個費用 是你意料之外 因為你正常每個月有管理費 有些人就說 去到買到到時才算 但你那些水電煤 上網 你每個月都要 你簡單一點 經濟一點 你都要一個月 要花費 最基本兩萬日圓左右 即1400元左右 1400元左右 然後你每年 還要再加一些簡單的 集費 集費 地稅 多少錢 我… 例如這樣說 1.4是政府的 0.4就是地區的政府 例如大阪市 平均不夠2% 2% 連大廈維修 一年 你預額外3% 即是要扣回3% 即是你譬如收息 有一分息要打個7折 如果收15%便好些 可能有8折 還有你租樓 很多人就說 我交給代理去做外償 你又要再給人扣一扣 你七除八扣 我當你一層樓 你大約租到7萬日圓的話 你七除八扣 你大約拿到5萬日圓以下 行不行 你一個月2萬日圓 使費 不是…你租出去給人7萬日圓 然後2萬日圓再加上 5萬日圓以下 就可能收到 是 那扣的比例很高 那扣的比例 差不多3成 因為你管理公司 即是大廈管理公司 又要收一筆 幫你收租那個 又要收一筆 又要收一筆 那你隨後政府 年尾又跟你收一筆 是 是 所以就是說 你買完層樓 你要想清楚 即是要打七折 你自己事後的承擔能力去到哪裏 是 還有你又有個問題 就是你每個月 只是很簡單 扔垃圾 你家裡要分四個垃圾桶 哪四個呢 四個垃圾桶 我要看看 因為我都… 我記得日日收的東西都不同 不是日日收的東西 日日收的東西 日日收不同 所以就是一些… 有些就是灌 今天收鐵 明天收不少 可以燃 不可燃燒 可在循環再造 循環再造 循環再造 嘩 這麼複雜 變成了香港人 如果一般在日本 你都要負責這件事 對 很難適應 因為你記住 一個不小心 你忘記了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哇 日本人都要追垃圾車 追垃圾 追著 沒有… 你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你放下 他自己會… 轉頭… 晚上就會不見 生活習慣 始終香港人是適應不到的 我們都不計算這麼多 最重要 如果你… 當你融入到日本社會 你去那裏可以住 那就不怕賣 你真的可以住 你養老是挺好的 其實養老是挺好的 問題就是 香港人有多少個會去日本養老呢 相見好就同住 但你去那裏旅遊沒問題 長住是一回事 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告訴別人 那個投資角度 即是我們用錢的角度去衡量 首先 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 他每年的人口都少了 即是死的人 即是出生的人 不夠補充死的人 人越來越少 首先 購買房屋的需求一定低一點 這就是第二點 第二點 日本人那種民族性格 是很排外的 到現在開放一點點 但是要他完全接受到 接受移民 現在說了很久 日本人說是移民的 不過那些條件很苛刻 而且基本上是大明島的要求 他是可以移民的 你可以照申請的 問題申請到才行的 共產黨都說民主 是不是 不過是可以給你才行的 一樣的 要日本人呢 他現在那種就是給你一種 叫做特別 居留權 就是你不用排我們的港產隊 就是走日本人那條隊 有那種 那就好一點 就是當你是半個日本人 那當地有沒有政治權利 投票權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你可以在那裡定居 永久定居 你可以定居 有沒有不肯受到 當地的醫療福利和教育 我要問一下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你去到那裡 你盡了公民的義務 但是得不到公民的權利 那你是甚麼人 他其實是讓你住 留在那裡 就像馬來西亞第二家園一樣 第二家園一樣 香港人去日本是免簽證的 基本上你在那裡 九十天 九十天回來兜個白隔鑽 在日本可以住一輩子 你理想是這樣說的 九十天居留 一年365天 你最多都是留九十天 一年最多留九十天 一年最多留九十天 那跟馬來西亞有些不同 馬來西亞那種是十年的免簽證 你長期扎刑十年都可以 但馬來西亞那種就是不可以在那裡 你不可以上班 你可以自己做老闆 還有馬來西亞 香港人去馬來西亞都免簽證 都長期的 都是 問題就是你免簽證 但不要說到你免簽證進去可以一直留 譬如說你去到日本這樣說 你看到他扔上簽證 陸上許我 就當你進去 是九十天而已 或者一年九十天 你那個印是九十天 九十天是要走的 如果你超過九十天 你在那裡 你是預期居留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香港人說真的 你很難說在一個地方可以長住很長時間 這麼多去旅行 你去日本你可不可以當去旅行 去日本九十天之後 就去別處旅行 飛了一圈西亞圖 飛了一圈紐約 然後再回到日本住 不行 那個就不行 大馬可能可以 你一年 一年是九十天 九十天 九十天 如果你經常在那裡 他會問你 入境的時候 你出事的 你在日本買樓 那一年最多住九十天 有什麼意義呢 例如我家人過去住 我都住不了那麼多天 我住不了九十天 我住不了九十天 其他家人在那邊住 都去旅行 在那邊住一樓 因為你有很頻密的用途 你可能會問你 對 但是如果你有一年 去十次八次日本 都是住酒店 你買一層樓 哪一次三千多萬日圓 你一年都住不了三千多萬日圓 我當你分十年 三百多萬日圓 三百萬日圓 三百萬日圓 我住五星都可以 但那些香港人 可能想拼一層樓可以升 是的 其實買樓最終目的是 想一層樓升值 就算不升值 也希望他不貶值 保值 沒錯 但是剛才我們說了 日本人的排外性格 你要他改 我想沒有三十年 是沒有可能有少許進步的 你要等三十年 博他放寬有進步 首先 這個未必一定等到的 三十年 最少要等三十年 很難 你想一下 當他還是排斥移民的時候 或者不會放寬移民的時候 那些樓是沒有外人去承接的 唐水只能夠唐水滾唐魚 老實說 日本人自己都不願意去買樓 何況你外人去接他 現在你看 你說一下日本的情況 因為日本買樓的 第一件事 你想一下日本人為何要買樓 應該這樣想 實際用途 實際用途 我曾經有份工作 發現我可以做一個正式的社員 假設我和你倆前途而合結婚 這樣就有個地方 這樣住 結婚生兒育 生兒育 有個地方 但現在日本的正式社員 相對比例是低 而且很難才會做到 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他等於終身 是嗎 福利 差不多做一輩子 做一輩子 你都很少不做 因為你這樣的條件下 你是不是需要買樓 但我都沒有份正職的時候 我和你倆都是普通的社員 我不知道在這裏做多久 我還買一層樓 沒理由買樓 都是租樓 對 都是租樓 而且在日本的租值 相對來說 是很實惠的 很實惠 你就算是 所以為何他們說 可以做十多年回報 實禁工 對 他們銷售人說有十多年回報 是不是Airbnb Airbnb 你要想清楚 Airbnb 做賓館 做不做得那麼多 你的樓量有沒有那麼大 因為有個朋友去石環島旅行 平均一間房子要三四百元 那些樓都是幾十萬港幣 一晚租你三四百元 是很高回報的 但一年他入住未必一半 但是石環島 租幾天就夠他 你想想 如果層樓值五十萬 如果他有 計十多年回報 一年有五萬元租值 一個月有四千元 你如果租十萬 是不是要四千元 終於你要成本 而且你的折扣會很大 你又要清潔 又有機會選好你內裡的傢俬 因為你要全部傢俬 因為你做ARBNB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去住客去找你 你真的要出現 那你反而很困難 你是要判給別人做 即是給服務費給別人 但服務費佔你 我想起碼兩成以上 兩成半至三成 因為你不出現在日本 或者不出現在那個地方 譬如沖繩島或石環島 你判手被人做 人家一定會咬你很大 因為日本幫你清潔 幫你善後 本光管也要去 或者光管難道你飛去日本 不可能 所以那個回報是很高 問題是你要扣回那塊 剩餘有多少 還有ARBNB吃你那塊 對 他們還要暫時 ARBNB好像還要暫時 15% 乘20% 所以我們要計算實際效益 因為最重要 你收到那個租金 你要扣回那個成本 香港 我們說的那些假豪宅 為何不能買 因為管理費差向太貴 因為他猜你 你買回來三萬元呎 差向就要估價 管理差向就貴了 第二 你新樓 我收你十元呎管理費 八百呎 收你八千元管理費 當然不會那麼貴 收你五、六元就麻煩了 如果你是八百呎的單位 六元管理費 收你四千八元 你收到多少錢租 你租兩家東西 扣回管理費 你一萬五元 實際只有七五折 對 甚至是差向那些 對 還差向呢 還有 每年有17%租金的稅 那個要交稅 香港收租要交稅 你扣一扣 它靜了 可能是兩厘都沒有的 一般住宅 所以我說 住宅呢 其實一般買回來 就不是收租 買回來博生值 如果收租 就不是買住宅 買寫字樓 或者買工廠大廈 那些呢 那個 租金的回報就會高些 嗯 日本呢 我們一直說 你人口一直萎縮 我當時一個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香港人 97年 買了樓 騙了東西 喂 經過幾年的海嘯 幾年的金融風暴洗禮 又說負資產打七折 是沒有了七折 即是一百萬米 即是一千萬的買回來 層樓跌到最低三百多萬 你想想 帝景源跌到五千九元尺 最低的時候 在沙士期間跌到五千九元尺 紅山跌到 紅山本島那些 house 不是那些住宅 house跌到六千元尺有爪 你想想多誇張 那日本不同 日本是三十年通宿 差不多 那些泡沫爆破了二十多年 當年我很關心日本人 公三代 公三代 三代都是八二年 差不多做過一百年 或者做八二年 八二年 八二年 有八二年 有八二年 現在只是過了三十年 那九十年呢 七十年或者九十年 新宿那些 我看見不太貴 會不會就是那些 還供給那些 一百幾十年供給那些 放租出來的 其實有些人硬吃 還是供給的 有些就 就是你會見到 被銀行打了把 或者放棄了 有些 有些新聞說 放下鎖匙走了 有一堆 另外有一些 就拿來香港賣 現在在香港賣的那些 就是那些 部份 如果這樣說 香港人都覺得很划算 別人要拿回來 你會見到很奇怪 就是香港賣的那些樓 你會見到八百萬 到日圓 都有一等 八七五十六 即五十幾萬 對 就是日本分宿 但那些很小的單位 那些是幾百尺的單位 二百多尺 二百多尺 就是為了二千元尺 四十五十元 他們就很簡單 其實租的樓量是很大的 即是很容易租得出來 很容易租出來 但你不會租得貴 一定的 你都是五十幾萬而已 我都計算了 你拿一分析 五十萬 一年 如果你分析 就是五萬元 即是每季四千多元 那你租四千多元 就是多少錢 日圓 二萬八 不是 四千多元 七千元就是十萬日圓 五萬多 六萬日圓左右 六萬日圓 六萬日圓 六萬日圓是否很好租 二三百尺單位 二百尺樓下就是六萬日圓 都租到二百日圓 都租到二百日圓 你要看看 因為這樣說 你的硬件配件的配套 去到哪裏 即是我說的計回報 譬如說 你五十幾萬 那單位租到六萬日圓 就差不多有一分息回報 不過還未扣淨 還未扣那些洗費 還未扣 因為你要扣3% 打七折 因為你銀買越小 相對佔你越高 所以表面上要分析 扣的可能不夠七厘 可能不夠六厘 但你要面對問題 買了之後 第一你要想收租的方法 第二就是 如果你要找人 你要有兩個派對 一個就是幫你收租的人 一個就是物業管理的人 可能是同一個 可能是同一個 因為現在很多人 就是在日本開管理公司 代收租代理打理物業 當然要 幫你租出去 當然好像薩常代理一樣 瓜分你所得的應有的賠償 那些收你三成 對 那你就想想 政府裁你三成 他又再抽你三成 那你剩下多少 多四厘 很低的 一分息收回來 你剩下四厘 所以我一直都是奉獻 千萬不要買東西 因為你那個 你不是經常有人去住 因為有些人說 我做ARB&B 就這樣買了一層樓 然後再跟那些管理公司 再對策 對策 其實七萬七萬 你還沒計算 他真的有 可能有十厘八厘 但你再拆完拆完 可能只有兩三厘 可能只有四厘 可能只有四厘 其實變相 你買了一個工具出來 給人賺錢 這個絕對是 我當時也講過 香港叫你買日本樓的人 他一定是賺你那份 因為管理公司 代收租 代理打理物業 因為日本很多繁複的東西 如果你的地方長期不開水電 他都會搞你的 是不是空置 空置 空置是否要收稅 這個我沒試過 要問一問 因為日本非常多這些東西 因為它一個 井井有條的國家 很多東西都有規範 扔垃圾 你都要分開四樣東西扔 那你可想而知 那個多麻煩才行 因為我都會發現 就是香港人去那邊買樓 因為我曾經看新聞 就見過有一個 就是因為香港買不到樓 就想完那個買樓網 其實主要是這個原因 因為呢 其實我看到網上 Facebook很多網友都說 香港買不到樓 去日本買 因為是便宜的 幾十萬可以買樓 那你拿十多萬出來做首期 不買一隻樓便行 那就去買日本樓 但是呢 香港買樓有得博 但是日本買樓 你會增加自己的負債 主要是在日本樓買 買到日本樓 難不放出去 這個都很關鍵 其實都難的 其實都難 第一件事 你五年 頭五年 你賣要給一個 要騙外稅 頭五年 過了五年之後 就不需要 然後你買正常 就是有些交易稅 還有 除非你那些 交易稅全世界都有 說真的 香港都不便宜 香港現在15% 其實交易稅就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 有沒有人接 有沒有人接 有沒有人接貨 不是呀 接貨都不緊要 層樓懂得走的話 實際有人接 層樓不懂得走的話 便宜也沒用 最重要的是 甚麼是懂得走呢 是會升值的 我經常跟別人說 香港的樓 其實應該分開兩個市場 學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 做一層樓不讓你炒 香港如果你想解決房屋問題 就要出兩種給別人 一種就只是政府打樁 你可以 我賣給你 一生人只能賣一次給你 這個福利 你不行 你可以賣給我 沒有升值 是保證你不會升值 我現在這些樓沒有人買的 香港人買樓 不是要住 是要享受經濟的成果 是要搭這個順風車的意思 其實沒有其他原因 這個升值的快車 沒錯 一些人痛恨就痛恨這件事 你因為為甚麼 因為資產的增值 怎麼都跑快過你人 施永青說的一個名言 我覺得他最近說得最對 就是錢是會不斷增值 還有他的勞動力是可以不斷膨脹 但是人呢 你只能夠今天就賣今天的勞動力 你不能夠賣昨天的勞動力 你可以賣明天的勞動力 我可以收你預支 我賣了這十年 我都可以幫你打工 我都幫你跑腿 你可以這樣賣 但是你賣不回昨天 樓不同 樓是可以累積的 一直升上去 我都說 你在香港最重要 你不要買發展商的新盤 收他們P加3的計劃 買那些計劃是死定的 人家供樓一厘半 供你死你 你一定供死的 這是第一點 但是很神奇的 真的賣得完 真的很快 因為能上到 發展商借錢給你上車 對 他是捧你上的 對 他是借錢給你上 因為你就這樣跟銀行買樓 買二手 借不到錢 沒錯 因為現在外面的新盤 發展商控制了 他借錢給你 那你就容易上車 那些人其實都是爭著想上車 只是趕乘這班升值的列車 不是吧 我們還沒說完 什麼 加時 一定要加時 不加時不行 我們多加10分鐘 沒辦法了 因為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最主要就是 因為勞動力一定會跑輸 給這些資產膨脹 因為全世界我都說了 因為這個08年的海嘯 令到全世界出現兩種資產 一種就是可複製資產 一種就是不可複製資產 可複製資產的升幅始終有限 所以你見股票 最近已經是突破 因為美國出現突破 所以帶來香港一起上去 因為香港也創了新高 但大部分的東西 你見很多時候是原地踏步的東西 債券不單止 債券不能動 但這些樓子全世界都升 當然是一線城市 主要城市 肯大蝦當然不會升 班加西當然不會升 你見澳洲地方很大 人口只有幾千萬人 它的版圖跟中國差不多大小 小過中國小小小 但人口是中國多少 二十多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都不夠 那為何它的樓子都會升 因為大城市 墨爾本 就有需求 最重要是需求 會來 你有外來人口去 你又有這樣的需求 經濟又有增長又有動力 它又不抗拒移民 那些人就會買 日本就不是 日本是一個抗拒移民的國家 民族性都是不想人家來的 他們不想做你生意 你不懂得說日文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 但都說要改變民族性 起碼要三十年 即是如果你買日本樓 沒問題 你只是買做了三十年 你大到三十年就自然有機會 是啊 說真的 買日本樓不如買馬拉樓 雖然馬拉樓我們也不主張人家買 但如果兩樣比 我寧願你去買馬拉樓 就比買日本樓 因為在鼓勵人進來 馬拉 起碼它也不是抗拒移民的國家 雖然可能它有機會變準伊斯蘭國 但我們撇除這個因素 我們只是說它肯定是歡迎遊客多於日本 日本也歡迎遊客 但它不想你在那裡住 即是不想你留下 馬拉是歡迎你來買樓 最好是中國人來買馬拉樓 它就蓋給你 但那麼多地 但是呢 即是說你那個前景 一定比日本樓 兩個比 當然兩樣的我都不主張 那你看一下 我們說投資 你最重要 你的筆錢不會鎖你 等於鎖你幾十年 即現在你剛才說 要鎖對五年 你日本那樓都要 你照賣沒問題 打稅而已 你罰錢 香港也要打稅 香港你賣了 同一年賣出去也要打15% 還是20% 好像15% 三年內賣 三年之後賣就不用稅 每年遞減的15% 其實香港也是這麼重的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 因為香港的樓走得快 可以這麼說 新加坡都收十幾%的引發稅 新加坡都收十幾%的引發稅 都很重的 因為它都是限制你 怕你外人炒貴了 新加坡跟香港一樣 土地始終供應有限 你不是任氣 當然香港的地方 土地地方還沒開發 有八十幾%的交易供應 所以現在發展相當大的注意 因為將軍路的海 但不是這樣計算 澳洲也很大 澳洲也一樣建 加拿大也很大 加拿大也有多少人 加拿大也比中國還大 為甚麼樓會建 重要的大城市一定會建 所以香港你想想 覺得香港的樓會 好像2002年 2003年一樣 跌發的人 其實就要看看醫生 醫生吃藥 要吃一下鎮靜劑 因為你不吃鎮靜劑 你沒辦法 現實很殘酷 我們也有探討過 日本公三代 他們的痛苦 其實真的痛苦過香港很多 爺爺犯了的錯 1992年 1990年 1988年 決定買樓 1989年的時候 決定去買樓 做孫的都要幫你 扶負責任 這個是不是很嚴重 這個是其實你的時代 推你去走這一步 有時候就沒辦法 你想想香港 香港公二十年樓 其實都不太過份 其實有些人來說很痛苦 25年 現在開始 二十五三十 現在去到三年 三十年前 而且樓齡以前是五十減的 即是他們的上限就是五十年 減你的樓齡 現在美孚新村都五十年 你怎樣五十年減 美孚新村看起來很新正 五十幾年樓 六六年起 五十一年 是 美孚新村 泰高城過多幾年 過多十幾年 差不多 泰高城四十年樓 七七年第一期 還是七八年第一期 四十年樓齡 所以現在銀行已經推到六十減 或者七十減 是 即是慢慢減 到將來再進化 就是一百減 其實樓齡沒有限制 因為 最重要是香港樓宇 怎樣也有保障 即是你不會說 好像深圳 樓齡十年就跌倒 沒問題 美孚新村二十年後 會不會跌倒 現在可能最大的挑戰 就是陳雲廣那件事 甚麼 是不是 有很多永續基本法 沒用的 大陸的 大陸買樓 寫明不是買給你 是七十年租借權 一樣瘋 一樣炒到瘋 這個已經沒有人理 這個已經不是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 如果這樣說 那個行得通的話 香港很多 還是九九年地劇 那些就炒到瘋 不是的 最重要是你那個土地 產生了多少經濟效益 你那個物業租到二萬元 你那個單位就值六百萬 是不是 或者不是 現在六百萬的單位 其實是一萬七百元 那如果你租到二萬元 已經值七百萬 你就看你的租值來計算 所以 已經不是計那些東西 不是計你那個 什麼2047的大限 一些影響都沒有 難道有2047的大限 你不用注意 現在已經批過了2047 不一樣 現在特區政府 已經是自己作主 已經沒有那個限制 完全失望 過了 2047已經不是那一回事 當年是九七和五十年 不變的那個承諾 所以他那個 是有2047的大限 所以沒有人相信 是什麼永續基本法 所以選不到他們是對的 完全失望 基本法 他連小票 到14元一票 都拿不回來 拿不回來 他都不過的嗎 他不夠五萬 不夠五百分 不夠五百分 他夠三百分 拿得上班不慢慢補正金 但他不夠五百分 拿每票14元的儲蓄 哇 那兩萬票28萬了 哇 28萬很難 28萬也有時間 以他的速度 他拿不到 刻刻地可以撕兩年 但不要緊 最重要的 另外有一件 倒了幾十萬到海 都是這樣 鄭錦滿 你覺得鄭錦滿 還有 那九達呢 他沒有 九達拿不回來 鄭錦滿 不是他拿不回來 鄭錦滿是自己沒有去申請 忘記去入籍 他自己忘記去入籍 過了期入籍 倒了海 那三十萬 哇 三十萬倒了海 鄭錦滿是過門 好像馬會的廣告一樣 拿紙皮箱 倒了錢 差不多了 即是倒了錢 那我們不中三重槌 或者不中那些過關 都不要這麼自責 人家倒了錢 都是這樣 三十萬我們中多少錢 差不多三十萬 你二萬二千五百五百 二萬二千五百五百 成十四 這樣就有了 差不多三十萬 三十萬 三十萬就這樣 變成一千元來吃 都很飽 起碼三十萬 我們是否差不多時間 經濟環節 你又說完了 樓又說了一整節 說真的 現在你叫我再預測樓 我都不敢告訴大家 大家還會怎樣升 因為已經不能預計 因為就是可複製資產 和不可複製資產 接下來 如果政府放寬地積比 或者交易公園 可能樓市的升勢會減慢 因為始終 就是因為錢 已經被人廢了 因為你只要出了QE 你就可以隨時印銀子 只要你有個論述 你想到論述 上午想到下午就可以印 立即開機 是嗎 又不夠你要 你要多少 五百兆 行了 OK 就給你 或者一張紙過 寫著五百兆 自己的銀行隊 然後還有另一個客業 又開會 又批給你 所以 因為這樣 令到房產全世界都升 加拿大也有投稅樓價過高 澳樓也一樣 其實到處都是 除了亞洲 就是新加坡跌了 新加坡的樓是跌的 因為政府大力打擊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真的超時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大匪推介 控油去洩防脫髮洗頭水 JW韓國的 現在你們見到的廣告那兩張相 頭髮的就是一個半月之前 我用的洗頭水 未用洗頭水 接著旁邊那張就是一個半月後 剛剛我剪回同一個髮 同一個光源 同一個闊度 拍的相 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如果覺得這兩張相 是真實反映到的 可以來打電話聯絡我們 訂貨